之前自己是選手嘛 當然都是聽教練指示 然後教練告訴你該做什麼 但其實是反過來變成我要來教一個學生 對 而且今天特別邀請你來到我們Texas Roadhouse 聽說你是這邊的常客 對 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私下還蠻常來這邊吃飯的 對 對 然後而且我自己很喜歡來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呢 大家一進來餐廳的時候其實可以看到 門口那個冰箱在你擺了很多的牛肉 那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牛肉很喜歡吃牛排 那我覺得在一般外面的餐廳 你吃到的時候都是 跟他講說你要吃什麼副味的 然後呢就是有他幫你準備 可是我覺得在這裡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當我選擇我要吃什麼副味之後呢 你還可以自己再挑你要哪一塊牛肉 你可以自己挑說看你喜歡的油花 然後覺得說這一塊油花比較漂亮 那我就要這一塊 我覺得這是完全一個自主性很高的一個地方 對 那其實最好吃的地方 我來這裡我一定會點牛肉 因為這裡主打的就是牛肉 來這裡不點牛肉 到底是要幹嘛的 可是有另外一個甜點我非常非常喜歡 甜點哪一個甜點你最喜歡 可是我很少吃因為我 對 運動的關係 然後拍戲的關係所以我很少吃 但每一次在打開菜餐廳的時候 都已經翻到那一頁 然後就只能看著這張照片 一直想像說我再吃它 對 這樣會不會有點辛苦啊 就很辛苦 這件很痛苦的事情 天啊 對 很痛苦 那那個就是它那個地關 然後上面又有放了那個棉花糖 然後再烤 然後它也留下來 那我覺得吃完一份牛排之後呢 再吃一個甜點 Perfect 嗯 代理大香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之前都有聽過說 健身碗不要吃東西 但其實你健身碗才應該要吃東西 只不過你要挑對東西吃 對 你當然不能說我健身碗之後 好我就去吃麻辣火鍋 那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吃完健身碗之後呢 你吃對東西 其實它可以延長你身體新陳代謝 就是你一直在燃燒你的熱量 對一直在讓它 你並不是說只有在運動的時候 它才有在燃燒熱量 所以你吃對東西的話 其實可以維持掉你的肌肉量 然後但是又消耗掉脂肪 這是最棒的一個模式